美食天地 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溫國志的美食天地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是溫師傅推出的 有八款經典 然後熱銷 非常美味的八款粽子 那今天呢非常 榮幸我們邀請到 台灣電視劇的八點檔女神 熱烈歡迎我們的 靜雯姐 哇 我們是溫主廚的粉絲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非常 開心跟靜雯姐 我們一起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粽子 這個粽子的話呢 我們收到的話呢 今年會是這種彩帶 然後呢會用這個盒子裝著 收到的時候會用這種盒子裝著 事不宜遲直接來試吃啦 靜雯姐幫我們試吃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首先先試吃的是 呃北部種 我們是嚴選三年以上的老糯米 吃起來會比較Q 然後這裡面呢加入了 花生栗子 哇滿滿的料 真的耶 鹹蛋黃 而且花生超大顆 這個花生呢要用雲林A級的特級花生 這個要先煮一個半小時再燜半小時 所以呢你吃一下它不會是脆口 入口即化有花生的香氣 嗯 嗯 然後呢這裡 他的攝影師在吞口水 我以為就是我們以前吃的印象都是 那個花生都迷起來了 是 吃不到那個口感 是 可是他吃進去是可以吃到 完整獨立一顆的那種口感 是 然後還有粒子 大粒子 來來來來來 台灣粒子裡面大顆的 但是粒子呢也是 這個要先用糖水蜜過 防止它這個質變 然後呢吃起來會有淡淡的甜味 淡淡的甜味 淡淡的甜味 所以我剛剛吃花生跟粒子 我來吃吃看那個口感都不一樣 對對 好 嗯 真的就是淡淡的甜味 淡淡的甜味 是 接著呢是我們的鹹蛋黃 那這個鹹蛋黃呢 我們選用這個紅土鹹鴨蛋 好然後呢 這個醃製完之後 這個要先烤過 烤過之後呢它是鬆綿的口感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對切之後 再把它包在裡面 是 好 來吃吃看喔 吃吃看 鹹蛋黃的話呢 因為現在都健康養生的趨勢 這個是 就是沒那麼鹹的 鹹鹽的鹹鴨蛋 真的 我剛剛其實一口吃鹹鴨蛋黃 我想說 哇 它要迎接那種鹹蛋黃 都會有那種鹹度的感覺 欸 不會 可是它還是可以吃到鹹蛋黃 那種綿綿沙沙的口感 真的 真的 最重要豬肉裡面呢 我們是用五花肉 因為粽子的話呢 五花肉的油脂 跟米粒融合在一起的這個油香味 風雨的層次感 好 這樣用五花肉來呈現啦 是 對 就是你一定要用有一點肥 有一點瘦肉 吃起來才不會小小 對不對 好 來來來來 我要幫大家試吃一下 就是 我覺得吃粽子 最重要的靈魂 五花肉 嗯 嗯 我覺得這粽子很香 嗯 那個油脂 對 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 但是它吃進去的時候 完全就把那個糯米整個包在一起 好好吃 這個 呃 北部粽的話呢 它就是屬於比較Q彈 好 可是這樣子搭配起來 又可以吃到米香 是 那個糯米越嚼越甜 越嚼越 有甜 那個澱粉的甜分 對 然後每一個食材都它獨特的口感 真的 可是又不會互相搶 可是搭在一起吃 又超好吃 其實吃粽子就是 吃一個 緬懷祖先 然後我們的這個 一個 我們記憶中 古早味的這個情懷 嗯 那現在呢 我們應應這個時代潮流 把它 減鹽減糖 讓大家吃的可以比較 呃 分量少一點 吃的剛好八分滿 八分飽 我剛剛以為啊 我想說 外觀看起來其實蠻精緻 小巧一顆的 對 沒想到我覺得打開的料超多 超多 是該放的都放好滿滿 該放的都放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呢 跟大家分享這個 北部粽呢 分量也很足 嗯 對 就是吃起來每一口 基本上都可以吃到 滿滿的食材 是 好多耶 這個是我們的北部粽的這個小肉粽啦 好多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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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耶